倒数不到4个小时 全国各地将踏入全面封锁阶段 首相丹斯林慕尤丁 稍后晚上9点直播演说 宣布最新一轮的经济援助配套 根据慕尤丁的脸书专业帖文 今晚9点将宣布行管令3.0经济援助 暂时没有任何详情 另一方面 伊斯兰党也设立新冠病毒灾难基金 筹获的款项将用于协助所有受疫情影响的群体 包括前线人员 伊党总秘书拿督斯里达基尤丁 发文告知出 这个基金将交由特别秘书处处理 动员所有支部、区部以及党员筹募款项 署理主席拿督斯里端一布拉辛 明晚9点15分 将在线上正式推荐这个灾难基金